大家好 我是說說說說這視頻 現在是10月15號 凌晨2點多嗎 這視頻講價這幾個東西呀 大盤是有黃金 美國開始制裁土耳其 業績報告現在開始了 那回答一下 IROBA 麥當勞和QSR是 Rational International 這個其實 其實 我是挺喜歡這個QRS嘛 當時價格實在是 我實在是不太喜歡嘛 它是全球我看來看到是全球第五大 這個快速食店嘛 僅次於薩巴克麥當勞 還有那個YAM 它是全世界製作 5th largest operator 就這樣子吧 但是 這個 價格很怪很奇怪 我覺得還不如去買麥當勞 OK 然後的話就是 這幾個板塊嘛 然後 還有就是我今天 另外加幾個東西吧 加下這個Delta 這個Delta 今天我這個關注的股票加了幾個嗎 Delta還有什麼 XOP XOP也是不錯 今天降下來後來回來了 然後還有是 還是 還是什麼 我也是麥當勞隊 MCD麥當勞隊 這個我今天也在 關注這個動作吧 然後的話我 在開始講這視頻之前 我想說幾一點東西吧 首先我說一下就是 這很奇怪啊 我跟大家看看這幾個東西啊 我其實我不想去說這東西 但是 最近這兩天好像有點多啊 最近這一兩個星期吧 今天特別多 就是那種怎麼說呢 這個時期是10月10號了嗎 就是在我視頻下方發這種東西嗎 我一律是 你們是看不到的 我是絕對是 嗨 因為我們 YouTube上有個 功能叫嗨 我已經把這個人嗨掉了 嗨 這種東西嗎 你因為 呃 我的我的觀眾也根本不會 不會看到你這種東西 因為如果一旦看到 我是馬上撤離 商店嗎 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吧 我在 就是我之前其實不想講 那我先會講幾句話吧 就是這個 這個人講啊 不錯的視頻 他這裡是宣傳他的這個比特幣什麼東西嗎 他有個什麼 說什麼他某某人很聰明嗎 加了他的微信 還有什麼Q號嗎 加微信嗎 介紹他某個產品嗎 然後呢 他有個特點是在於 這裡有7個點贊 你看到沒有 這是夏威比較高級一點的 就說他這種人就是 夏威開幾個假的假假 這個 賬號嗎 是吧 YouTube賬號 然後呢 連幾個賬號一起呢 點贊 然後就會把這個 評論就會在 在別人的那個 這個 這個評論的上方嗎 會把他抬上來嗎 所以說變成最前面嗎 這種技巧還稍微高明一點 你看啊 這個東西 我就是說什麼賣 說什麼賣這個了嗎 我已經 這個 評論已經徹底消失了 永遠不他這個 這個賬號這幾個人 這個人的賬號 評論永遠不會在我的 他們下面出現了 所以這種人真的是 實在是我都 都不想說了 所以我笑 我以前不想去說 但是最近這兩天有點多嗎 很多這種scan 出來了嗎 還有這個另外一個 這是 14號 這就是我上一個視頻嗎 說什麼 曾慶紅從股市走向外匯 再走向 什麼經歷的很多 我有一套方法 可以聯繫我 然後 聯繫我什麼東西嗎 我點了點擊他的這個名字嗎 一個視頻都沒有 像這種東西 我也是一律 鏟除嗎 這個人嗎 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人 根本連跟股票 關係都沒有 叫什麼 代發 代開發票 這什麼東西也不知道 什麼聯繫方式 還有很多 剛才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忘記了 好像我們 有一個我已經把它 刪掉了 另外一個也刪掉了 但是就是 不只是刪掉 是永遠的消失的那種嗎 不是刪掉 就是永遠不存在那種嗎 整個所有他的評論就是這些人 永遠都不可能在我頻道下方出現嗎 就是YouTube 你可以做到這一點嗎 那我這我白不想說但是 這就有點多 反正反正我就稍微跟大家 提提醒一下 稍微注意點 像這種東西嗎 一個視頻都沒有完全沒有辦法證明什麼東西 都不知道 稍微說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我再說一下 就上上個 上個視頻有 有幾位 有幾位啊 不好意思 就是在下方 說我的 我的群有沒有準備好了嗎 就是那個會員群嗎 不好意思我出了點問題啊 我就上周周末的時候 我問了我朋友嗎 我自己 開始有做一種方法嗎 他說 我給他看一下他覺得 太簡陋了 所以說我就 徹底改了一下嗎 我之前原來只是 只是那種 在群裡面就是只是打那種 股票的代碼嗎 打進去 然後再把那個 用 然後再打出那個止損的 這就是那個主力的那個 SORRY就是那個止損點嗎 止損差不多點嗎 在哪裡嗎 就只有那這兩個 東西用文字打出來嗎 後來我這位 我後來 得到的反饋就是說 根本就跟不上 而且呢 還有就是 太簡陋了 所以說我現在就是完全撤離的改變了 然後的話 我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剛才我是寫在哪裡 有個有個記號 就是 Google鑽嘛 所以說我現在改 方法改了嗎 就是我以後現在就是在調整當中 就全部變成 全部變成只有照片了 就是說 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子嗎 你可以看到 這怎麼 這個是 XOP 是這樣子嗎 這個價格在這裡 我在這個地方 那馬上 就是我一般來說 我用照片來照嘛 然後這裡是那個 關鍵的價位嘛 這是這是第1道防線嘛 這是 你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嘛 另外是這個 這個是麥當勞嘛 麥當勞也是我今天 變成我關注的地方 這是在中午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發出去嘛 另外這是 DELTA DELTA是這個地方嘛 所以說這個是基本的概念 另外還要準備做些watch list 就是如何 第1時間 最快的速度 把我所關注的股票 傳達到 會有人傳達到對方嗎 這是我目前在做實驗當中嗎 好不非常抱歉啊 我以為我上週可以做到 後來 我得到的反饋是說 不好嗎 所以說我覺得要稍微做一下 調整一下 要做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OK 好不好意思 然後現在就 現在就 回到主題吧 然後先看看 大盤的情況 大盤的話是這樣子吧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今天的 基本上就是 昨天已經講過了 那今天大盤現在就是 在10月14號的時候嗎 這個價格 見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剛好這個我之前就畫過 你可以看到我之前地方 的視頻嗎 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原來是主力嗎 現在已經變成sport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不是下來 那麼今天的話在中午的 早盤 昨晚凌晨的 凌晨的14號凌晨的6點的時候 價格見到這裡 後來又回來了嗎 回來這裡吧 目前期貨的價格是 漲了0.32 我自己個人感覺可能是跟 業績報告有關係嗎 那就是我在我的印象當中 每一次 當業績報告 開始出來的時候嗎 通常情況下 業績報告出來 一般來說 如果說市場總體情況 每個公司的表現 按照 一般我們算是 以S&P500來算的話 如果說60% 70%以上的公司 超過 他的 預期的話 就每個公司 我們都知道 都有一個預期嗎 比如說 華爾街 對這個公司業績 有個預期 只要如果超過的話 我們就說 就是 EARNING比較好嗎 是吧 那一般情況下 如果大盤 通常情況下 70%左右 670 780的 70以上的 整個市場 表現 如果說是好的話 好預期的話 基本上大盤 都是往上走的 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我非常經常有注意到一點 如果說比如說現在我們 最快是在 明天開始很多銀行 銀行之類的股票 公司開始發佈業績了 如果說明天 銀行股票 銀行公司 像什麼 Chase 摩根 Snelly 還有Block JP 摩根 如果說業績 報告 好過預期的話 基本上能夠整個帶動 可以帶動整個 接下 一兩個月的行情嗎 一般來說 如果說他們這幾個表現 開頭 打得漂亮的話 基本上整個 一兩個月的股市都比較好 這是 以前的話 經常一般來說都是這樣子嗎 這是按照歷史的 紀錄來算 但如果說一開始這幾個公司都是說 低過預期 比預期還要差 那整個華爾街就有點擔心 因為他們會擔心接下來其他公司也好不了什麼程度嗎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星期非常關鍵 如果說接下來這幾個公司的業績報告比較好的話 基本上整個接下一兩個月兩個月都定調下來了吧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 S&P500的大盤情況是表現比較好的繼續往上走嗎 然後中美貿易現在已經穩定下來了 沒有什麼新聞現在 然後 現在等於說把市場的焦點 都移動到 中東的情況 就是土耳其 現在繼續在 正在 攻擊 敘利亞北部吧 那我等下再說一下 那我先看看大盤 大盤的話 我們注意一下這個地方是個比較大的阻力吧 我們看看今天是15號 還有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是凌晨 也就是星期二時間嗎 還有一二三四 還有四天的四天 如果順利的話應該可以說 這周的話 可以說這周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第一大 第一大阻力 在 2988到 2990 也就是 2990左右 這個地方是個大的阻力 有相當的難度 這個地方嗎 我是這樣子嗎 接下來的最support的話 我覺得還是老樣子吧 就是 我們是在 應該在2950左右吧 現在我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地方一定掉了 在這個地方定掉 第一道阻力 第二道阻力 第一道阻力 不是 第一道阻力 第二道阻力 大的阻力嗎 這個非常大的阻力 這裡 然後 這就是基本的情況了 然後看看 石油 石油的情況 今天反而降下來 這裡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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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沒有在我的預期之內 我覺得 我當時在講中東的情況 應該能繼續往上升才對呀 怎麼搞的 沒有什麼升 不過總的來說還是 在一個比較 正常的 一個回調狀態吧 我們這個價格在今天 在這個第一道阻力 現在有時候回升 現在這個地方下 現在又開始反彈了 基本上是在這個情況 我是這樣想嘛 但是 總的來說我會繼續關完 手上我還繼續 那難持有CVX 跟那個XOP 我繼續持有 CVX我已經剪掉 已經剪了百分之七 六十五的倉位了 還少量保留的 然後這對這就是基本的 CR的情況了 然後是下一個是 環境 環境的話今天表現的 就是跟昨天 想的基本上差不多 今天就找到這裡 然後 這個地方一回到了中間 要買的話也要等到是下面 現在沒有什麼可買的機會 這裡的主力比較大 是在1510左右 然後這就是基本的這個 環境的情況了 好 就要等到這個地方吧 這現在在中間的價位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 現在是 開始說現在這個美國 開始制裁脫機 那首先 大家應該有看新聞 都應該知道背景嘛 就是 之前原來的話 美國的這個川普總統這邊是說 把這個軍隊從北部撤掉 那所以說 當時的話 有人的說法是說 也就是 然後至於美國撤掉之後 也就其實 我聽到的新聞是說 這樣說嗎 你撤掉之後 等於說是給了土耳其一個 默許 你可以攻擊 你可以 來打 這個敘利亞 那個 庫德爾嗎 那麼這個本身川普也說過了 沒有 沒有問題 後來直到現在我看到新聞是說 很多 很多人就是 喔哇 這裡現在最新的情報是說 Stirling 就是那個英鎊 英鎊叫Stirling嗎 咋呢 就是 歐 歐盟的這個negotiator這個人說 這個 Brasil 還是有可能的 這個DEO還是有可能發生在這一週 最差的結果是那個沒有DEO嗎 No DEO Brasil那是最差的 可能英鎊影響很大 但是他說是那個 歐盟這個 這個negotiator說可以有可能 那個現在是說 英鎊 英鎊長了很多嗎 這是最新的新聞 Breaking news 但是我們 沒有吵外匯 所以說這個視頻 我們這個 我這個頻道不是講外匯 所以說就 不用講太多了 這個 然後現在 總統 後來就是 受到很多的批評 我剛才看到很多軍方人 都表示 很不高興 說你這個總統就是我們的 戰友 庫爾德人是我們的盟友嗎 然後 怎麼可以這樣子嗎 後來 包括庫爾德人也說 美國拋棄了他們嗎 那現在 受到很多的壓力還是什麼吧 現在總統已經完全發生了 100 360態度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嗎 就在14號的時候 現在總統說 開始 對土耳其 增加對他的 剛的關稅增加到50% 並且 不再跟土耳其進行 進行 接下來的跟貿易談判已經全部停止了嗎 然後呢並且要制裁他們相關的官員嗎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土耳其有什麼反應 但是 目前的話 美國現在已經開始行動了 我就 看看 這個 包括 美國的 副總統 彭斯 也是說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Tauri Turkish invasion 絕對不能夠容忍 你這個土耳其繼續這樣子下去了 然後我就要土耳其一定要停下來 好基本這樣子吧 其他就不重要了 反正用100來說 我這樣 下面其實我看過但是 基本上知道下什麼概念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我現在還在等等這個土耳其有什麼反應 OK 脫情分 他這個美國有說如果說 再不聽話的話可以把整個土耳其 的經濟給崩潰 崩潰掉 那總統有這樣子講過嗎 有威脅說如果你這樣子繼續搞下去 美總統說我們有美國有這種能力可以直接瘫痪 土耳其的經濟 沒什麼新聞的就這樣子了吧 然後業績報告 OK 我這裡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說業績報告開始對於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我打個比方 Blockrock OK Blockrock這個是 前幾天我有講過 這個股票嗎在早期的時候有講過嗎 Blockrock是吧 我是在 我是在這裡的 我是在這個 Blockrock 價格在 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就已經跟 有跟大家講過嗎 這個地方的時候嗎 現在已經漲到這裡了 那麼好 對於我來說 如何 做這個 Earning呢 OK 跟大家說吧 我是這樣想的嗎 我就等到這樣下來 如果說他上升 OK 沒事 我有獲利是吧 我自己手上有長線 我大家也知道我自己手上有長線的Blockrock 那好 我是這樣操作 如果說 其實我現在手上已經有Blockrock了 我今天忘記 我那個 軟件有個軟件不好 忘記測掉今天 已經漲了4.5%了 我從這裡買了 已經漲了4.5%了 今天的話 我有那個叫什麼 微步那個 我沒有設那個 Alert 所以說不知道今天 Earning出來 所以知道我 關門的時候 就是已經 Market close的時候 我才知道 OMG 明天有那個 15號 就是在市場 這個 Earning 開盤前有那個20 那沒有關係 無所謂 反正這樣子吧 如果明天漲的話 OK 我就賣掉了 如果明天降下來的話 我估計呀 應該來說最差的結果應該是 應該是降到這個地方 回到老地方了 那如果這樣下來的話 那我無所謂 反正我繼續留著吧 反正我只存在社下面 那如果說 其實 但是我 我的Rubbin 我的Rubbin 貨帳號是沒有 如果 鑽下來的話 我另外一個帳號可以 其他的帳號可以在這個地方等待 這就是我如何 炒這個 Earning Earning 一般來說價格 變化很大 有時候可以一下子 一下子連續直接馬上跳到 降到那個 Support 所以說這就是我如何 用這個 Earning 這個Earning 操作方法 可以注意到 有什麼案例呢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看看 不明顯 這裡有沒有安理 看一下 Alright NONONO 等一下 OK這也是個例子嘛 比如說現在這個Fan 是吧 這個是比如說他價格在這裡 後來業績報告出來的時候就狂見 是這樣 實在是3號 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基本的概念嘛 就是一般來說 我就是等待嘛 就是手 一句話就是守住待途嘛 就是 我一般來說 我知道什麼樣的地方的價格是比較 有可能反彈的嘛 然後我就在這裡等著嘛 一般來說說我設個那個price alert 然後等到他業績報告出來之後 如果說加個砰 那種狂見下來的話 如果碰到我那個 我等待的價格的話 我就一般來說 會在那個地方殺進去嘛 基本上就這種操作了 所以對我來說 20是一個 挺好玩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但20的話一定要小心 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 最大的難點就在 有時候20到底要什麼時間點進場嘛 有時候 你以為 就是我以前有發生過 以為見了很多 其實 其實他還會繼續往下見嘛 所以說我一般來說會分頭情 所以說我一般來說不會一次性全部進場 我可能會分 稍微分散一點 因為怕以前我有出現一個問題嘛 就是 比如他降了10% 我覺得已經降了夠多了 我就一次性全進去 結果他等下降了12% 13% 14%15% 不斷的往下走 所以這個地方 業績報告 業績報告操作 這裡要稍微 要注意一點嘛 好想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吧 叫做 Iroba Iroba 其實前段時間有講過好幾次了 我記得 我有兩個視頻提到Iroba 那這裡的話我對他藏性 我個人是 沒有什麼好感 我老實講 因為我覺得 這個公司的產品 沒有很 很有特別吧 我覺得 我記得他還是虧損了 這個還不賺錢 我上次有查過嗎 我們可以看到他過去的價格吧 那我這個地方畫的是什麼呢 這個價格是 57塊三毛幾個地方是在之前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在 17年2月份 18年2月份 18年5月份 然後再到現在的這個19年9月份 那麼是這個價格嗎 這個地方本來原來是一個很好的Sport 結果已經完全被打掉了 是吧 已經打到底下了 降到最低的時候降到只剩50塊左右 51塊 那麼現在後來反彈價格 又反彈 過去的前4天又反彈上來了 到了這裡又遇到這個主力 原來是Sport現在變主力的 現在又被降下來 所以說接下來這個地方的價格 它還是個很 這裡是很有 巨大的主力 這裡很有挑戰這個地方 接下來 而且避季報告又在10月20號出來 這種情況下 我是 按照我的操作習慣 我的操 我個人操作習慣 我是 避免 去操作這種類型的情況 這是我 第一點就是在從技術方面來說 不是我所喜歡的那種形態 第二點就是它業績報告又在年 就這麼幾天就馬上出來了 而且這個 這個股票每次業績報告出來 價格波動都很大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一次業績報告 在 7月23號 當時的earning還是surprise 比 預期的earning還好 原來的預期是美股正3毛 earning per share 所以earning是 反正我看一下 原來是3毛 3分 結果是2毛5 比預期的超過了 2毛 就相當於733% 但是結果你看到沒有 它的價格反而是 反而是從90幾塊 80幾塊降到了只剩現在多少 70幾塊 看到沒有 再看看它刺進另外一個業績報告 你看到沒有100多降到101 都是230% 它的每次業績報告出來基本上都有那種 前兩次都有10幾20%的幅度的波動 你看這個地方多麼巨大的波動 所以說我是絕對是100%的避免 下一個是 麥當勞 麥當勞我沒有看到什麼新聞 我覺得你說問題是 為什麼最近麥當勞表現的不好 說明說一下我這個 這個是我剛才提到了這個我自己的那個 微信那個實驗嗎 有文字 看一下 是在這地方嗎 這個地方其實 是一個一個可以關注的地方 關注的地方嗎 這是這是第1道主要的防線是在207.30這裡吧 你可以看到如果在這個地方的比例如果說能夠 按到原計劃來行動的話我們可以算一算 我算一算 螺絲這裡進場是吧 我們可以算一下 3.5倍 如果在這個地方進場 止損在這裡 那麼如果在這裡是測的話可以達到3.5倍的 Race Reward 非常不錯 這裡嘛是3.5倍 3.5倍嗎 這也是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那個就是我現在 正在這個正在自己的那個 做了這個 那個微信那個會員嗎正在 現在換一種新的方式以後就直接照片了 不不不不怎麼來打文字的文字的話國際很多人都 覺得太麻煩就是還要自己我原來的想法就是說那 那用用的人這就是就是我我只要打出文字 打出代號 打出數字 然後呢會有人自己去看 但我發覺其實大家都覺得很煩 就是 怎麼說呢覺得還步驟太多了所以我現在乾脆直接 直接把整個圖直接照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的話整個價格全部都在右邊嗎 是吧 這些都是我關注的股票 那並不是說一定要買你一定要買 只是 我關注哪些股票嗎 其實我一般操作系統是這樣子嗎 我其實同時關注好幾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些都是我關注的股票你看到沒有 很多個 很多個 是吧 但是我會分析 分析這裡這些哪個我是比較喜歡的 或者說我覺得機率比較高的 比較好的 還就是說你我的 就是關鍵還是那句話 就是 分析的那個 這個 比例是多少嗎 我主要是關注這一點嗎 還有就是他們那個什麼時候那個新聞有沒有出來有沒有什麼業績報告嗎 我並不是說 一當我關注股票 百分百都買 這不是這樣子的 我 這個只是第一步 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嗎 其實這一步是最關鍵的 就是把整個價格的那個 大概有個大概一個範圍 我給射出來嗎 然後我再來計算 到底我的分析是多少嗎 說來說去就是一個就是分析 我覺得做交易就是一個管理分析 就是 我叫managing raise 說就是 管理分析 這個就是 麥當勞情況 麥當勞什麼情況 我可以看 我覺得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麥當勞什麼情況 但是 這一定對賞時間 不是不但是麥當勞 包括這個星巴克 啊 很多做餐廣的企業的股票嘛 都表現的 有點 不是很好 然後 至於原因的話 我剛才沒有找到 我剛才去谷歌裡面 我剛才也是去谷歌找了找嗎 我沒有找到相關的 相關的信息 我覺得唯一一種可以解釋的 唯一一種可以解釋啊 就是你 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注意到從2019年啊 到現在 你看到沒有 這些 吃吃喝的股票啊 倡管股票都已經漲得非常多了 都已經 我覺得已經有點疲勞了嘛 然後現在就說 漲的速度慢下來嘛 因為大家知道有些股票是有點周期嘛 有些股票 某個板塊如果漲得太多太多太猛的話 那麼接下來 就開始 慢下來了 然後那些之前 比較緩慢的股票就 沒有漲多少 他們就開始趕上來嘛 他有種 有點像這種循環嘛 因為 就是說如果你這些股票價格 雖然說他基本面都很好 但是如果價格太高的話 也就是比較貴嘛 貴的話 有些大的那些基金的話 他們可能就 就不怎麼愛買 就是其實那些大的基金 那些 基金管理人嘛 Manager嘛 他們有時候也是在控制風險嘛 也是說 如果說他們手上 比如說他買的這個 麥當勞士吧 或者星巴克 已經漲了百分之五六十的今年 那怎麼辦呢 那麼他們就會 逐漸的減餐減餐 知道意思嗎 他們也是 當手上的股票漲很多的時候 他們也會逐漸逐漸賣掉賣掉 慢慢減餐 是這種情況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 我是這樣理解的 確實也是 這我也不是隨便說的 我也是看了一些書籍 他們也是這樣子說嘛 如果說某個板塊 長得非常多的話 那麼有些基金 管理人嘛 他們就會 開始把錢 就是不再加餐了 至少不加餐 那麼 有可能會減餐 或者說直接賣掉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 就是這個原因嘛 所以說 麥當勞 包括其他的 什麼星巴克這些股票嘛 漲的速度就 逐漸逐漸緩下來 因為他們漲得太悶了 漲得太誇張了 Q QSR 對也是這樣子嗎 QSR 看一下 哇 這個也是長得很誇張啊 老實說我短線長線 都不考慮 QSR 這個 不太喜歡這種 不太喜歡這種 這種 這種形態 相比之下 麥當勞還可以勉強 我剛才講過麥當勞嗎 麥當勞是這個地方嗎 麥當勞還可以考慮一下 下一道防線是在這裡嗎 下一道幾個比較大的防線是在這裡嗎 207.52州附近 這是第1道防線 第2道防線 第1道大 第1道大主力 在這地方 OK好 這就是目前情況 然後其他的股票 石油板塊 今天的話石油漸 銀行升了點 然後今天 GILD 還是繼續往上走嗎 今天的話 GILD 這個表現都非常好 GILD還在往上走 我就最高可以可能走到67塊這附近 67塊多 GILD 迪士尼沒什麼漲 FedEx也漲了 DHR 我手上有DHR 在等 希望他早點能夠 能夠 AVGO是什麼情況 BROCK AVGO 繼續表現得挺好的 OK還是繼續往上 穩住了 還有現在是DELTA DELTA的話我 長線也有短線也有 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DELTA是在這個方位 51塊多這裡 第1道防線在這地方 第1道防線 我自己自己 我自己也有入場 今天 我是昨天前天入場 在這裡入場 對對對 我是在 51塊點擊這裡入場 短線的話已經漲了百分之二點擊 已經1塊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我是在這個最低點的附近 這個地方撒進去的 就是因為他那個業績報告出來嘛 反正業績報告不太好 早上的話就降很多 我在早上 我在中午十幾天晚上就買進去了 是這樣情況嗎 還有什麼情況呢 耐克 基本上這幾個股票目前都在那個 一圈一圈裡面 NKE OK現在的話我們可以注意到NKE 這裡是巨套 我覺得這一次 低到主力 這裡是 或者這地方再衝上去的話 這裡就結束了 我覺得 可以用兩次機會 兩次是第1次 或者第2次 或者第2次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抖這個價格 非常的抖 還有什麼 基本的情況 就講到這 謝謝大家的說話 就是 我們下次再聊 OK 謝謝大家的說話 點贊 訂閱分享 OK 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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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